冯刘成姓被赐死北魏孝文帝冤红皇后冯润 冯润是个自私而无情的女人 她诬陷排挤亲妹妹冯青 将她赶出宫去 又与人私通 后被及早出去 免了一场灾难 这也是她自食多行不义的恶果 冯润是冯青的姐姐 文明太后冯氏之兄冯夕的女儿 她十四岁入宫 因美貌和善解人意而受孝文帝的宠爱 但不久患病 文明太后便送她回家养病 孝文帝思念不已 不久 她的妹妹冯青被立为后 年于文明太后死 孝文帝扶桑后 不禁又思念冯润 她派人暗访 得知冯润已病愈 便迫不及待地接她回宫 封为左朝夷 冯润凭自己的姿色 以及丰富的经验 很快就与孝文帝达到了儒交四期 不可暂离的地步 心软的妹妹冯皇后只好暗自流泪 冯润又对孝文帝大吹枕边风 终于使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 四九六七月将冯皇后废为庶人 由她取而代之 然而 冯润是个风流成性 不甘寂寞的淫妇 孝文帝离开洛阳后 她经常在夜幕降临时 让心腹双蒙等人悄悄地 把中观高菩萨勾引到床上 与她肆意淫乱 当她听到孝文帝在汝南染病的消息时 公开与高菩萨搭肩勾腰 无所顾忌 中常是巨鹏实在看不下去 便出面劝谏 冯皇后不但不听 反而臭骂巨鹏 气得巨鹏很快病死 就在冯皇后得意妄行的时候 鹏城公主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 四九九二月冒着大雨 赶到了玄乎她一见到孝文帝 就跪倒在地失声痛哭 状告封皇后强迫手寡的 她同逢宿封皇后的弟弟成婚 并把封皇后的丑行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孝文帝 孝文帝听后半信半疑 孝文帝还没动身 鹏城公主南下告状的消息 已传到封皇后的耳中 封皇后大吃一惊 李吉和他母亲尝试跑到一位女巫家中 对她说 请你一定帮忙 你只要能把皇帝咒死 我当上皇太后 会永远对你感恩戴德 这位女巫果真听了冯皇后的话 点起香火 按照冯皇后的话反复诅咒 就在冯皇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 孝文帝已到达了夜城 金河被淋张 冯皇后见状更加恐惧 急忙把了解她丑行的全部宦官叫到一起 大师贿赂并反复叮咛他们 千万不要泄露她的隐私 孝文帝刚回洛阳时 这些宦官还恪守诺言 没向孝文帝透露任何消息 可小皇门苏兴兽却向孝文帝告了命 孝文帝马上提审高菩萨 双蒙等六人 高菩萨等人间孝文帝已掌握了大量证据 只好如是坦白 当天晚上 孝文帝在韩文市召见冯皇后 她一见孝文帝那副威风凛凛 怒不可恶的样子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泪水顿时就像泉水般落下来 孝文帝喝令冯皇后到东营坐下 然后令十几个卫兵 把高菩萨等人压了进来 高菩萨倒被顺口流逝的 把他们的丑行全部抖露出来 孝文帝怒气冲冲的 把冯皇后骂了一顿 最后咬着牙说了一句 你快死吧 冯皇后听吧 一声不吭 只是不停的叩头 当她起身时 完全成了一个泪人 从内心讲 孝文帝这时已对冯皇后绝了情 但她想到皇后毕竟是文明太后的侄女 文明太后对自己有抚养之恩 从对文明太后的感激之情而言 是不忍心将皇后废掉的 况且南征军队还在前线 为了国事便把废皇后和将她次次一世 暂且搁置起来这样 冯皇后便回到了宫中 冯皇后尽管在孝文帝眼里已经分文不值 但她在宦官和后宫中的嫔妃面前仍然高傲专横 悟空一切 当孝文帝派宦官向她提问时 她声色俱力地说 我是皇后 应当当面回答 怎能让你们传达 孝文帝听了宦官们添油加醋的汇报后 气得脸色铁青 马上把冯皇后和她母亲常侍叫进韩文市 把一根拐杖扔给常侍 令令她痛打冯皇后 常侍在孝文帝威严逼迫下 举起拐杖 披头盖脑地向冯皇后打去 直到把冯皇后打得叫苦不迭 鲜血淋漓 冯皇后和常侍被宦官拖出韩文市不久 孝文帝就离开洛阳 重新回到南征前线 孝文帝本来身体欠佳 加上对冯皇后的气恼 以及来往于洛阳途中的颠簸 回到前线不久 身体就支持不住了 只好圆道而归 路过古堂园时 孝文帝感到自己在人世再待不上多久 自己一旦去世 冯皇后必然是北魏的一大祸害 于是便对袁邪说 看来我是不行了 我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如何处置冯皇后 你也知道 她无耻淫乱 自觉于天理人伦 我死以后应当立即逼她自杀 但是为了不给冯家抹黑 为了不有损国体 还要以皇后的礼仪安葬元 携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 北魏太和23年499岁月 孝文帝在古堂园病死 遗体到达鲁阳时 元邪委托北海王元祥速奔洛阳 宣布对冯皇后赐死的遗诏 冯皇后听了遗诏 又哭又骂 打叫这是阴谋原祥 不管这些 和令白整等人逼皇后 马上服下毒药 白整成她还在叫骂的时候 将毒药灌进她口中 冯皇后一会儿便停止了呼吸 陪葬孝文帝比灵 在金河南凌辱 是幽皇后 宗室咸阳王元祥等人闻起死 不禁开怀大笑 心里的一块重石落了底 因为如果留下冯润 将要祸害好多人 冯润就是这样一个 自私自利的女人 正可谓罪有应得